《張藝謀執導》的長城 講述在宋朝期間 午影禁軍如何在萬里長城 對付史前怪獸的襲擊 電影也撤合了 麥迪文和劉德華兩位巨星首次合作 導演覺得兩位演員演出上 又有什麼分別呢? 我覺得他倆是一樣的 因為他倆都是這種 最好的演員 所以就是職業道德 認真努力有特別好合作 他倆幾乎是一樣的 誰更努力一點呢? 沒有沒有更 他倆我看都是一樣的 我們努力的地方不一樣 他努力在學中文 我努力在學英文 對 他那個《無間道》就很好 我覺得 這個馬丹姆跟我提過好多次 就說他演的就是你那個 對 對啊 他最早你還沒來 你還沒開拍 他就跟我說這個 他說他演的那個美版的《無間道》 他也跟我說過 因為他是劇本 他也是去寫劇本 他就覺得 在美國是一個陳 也是 也是那個 那個 馬丹姆斯 他 在他的藝術電影裡面 以一部比較商業的 是 是 然後 然後馬丹姆斯 他會覺得 因為我們有中國的那個佛教 那些東西 就是《無間地獄》 那所以他說 他們的那個純粹在那個商業 還有那種警匪的那個世界 比較深 他說還是可以多一層 但是在外國的世界 外國的宗教沒有那個東西 怎麼樣放也放不進去 他們怎麼樣演也演不到 張麗謀認為一位導演 最難是放下包袱 華仔認不認同呢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自己放下包袱很簡單 我覺得我們有這個能力 但是其他人沒有放下包袱去看我們 這個是另外一毛事 可能我們已經放下了 他們覺得沒有 但是 為什麼孩子長那麼帥 對呀 這個其實是不一樣的 演員最需要的是他的那種對電影的熱愛和激情 創作的激情 一個演員像他這個演員 一個演員演各種各樣的角色 有些是成功的 有些是不成功的 各種各樣的人 我覺得就是每一個人物 他自己去演 他那個投入的那個激情 這個可能是最可貴的吧 這個根本跟成功不成功 大家說好說壞得不得獎都不重要 就是他這個人物 這個人物他充滿了激情去塑造這個人物 我覺得這是最難的 我是覺得對這件事情自己對自己的認同 就是那個我們是不是做對的事 還是做該做的事 這個是兩個問題 因為你選擇真的不知道 成功 比如說現在老外的也問我 就是如果我們在外國 外國沒有成功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的一個新的一個嘗試 跟去向 那其實這一次不成功 下一次來 我怕什麼 我就跑不贏就不跑了 就世界 對啊 我們從來沒跑一百贏過 那難道沒有人練嗎 這一定要練 總會有一次 就是到我該我的時候 但是要準備好